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王瑞杰说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商环境中 企业应该投资与建立良好的工作文化 以保留和吸引专业人才 这样的文化需要雇主和员工之间的互相信任 也有助双方一同克服挑战 王瑞杰副总理在一场表扬最佳工作场所的颁奖典礼上 谈到了优良工作文化的重要性 他也强调一个优良的工作场所 会以员工作为改革的中心 并且顾及到员工的整体身心健康 今年共有45家企业获选为最佳工作场所